這個OpenPiXL的安裝裝起來 所以如果你是用自己電腦的話 可以裝裝看 回去的話可能自己家裡電腦把它裝裝看 反正多裝 安裝外掛是很重要 因為將來會有很多外掛 一個外掛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一個以上的問題 那以這一個部分來看 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module 它裡面會幫我產生一個工作簿跟工作錶物件 然後利用工作錶物件裡面 最重要這個方法叫append 那特別是append的後面 記得一定是要加一個什麼呢 串列 你絕對不可以給它一個不是串列的東西 它不接受 所以特別是它要的是串列 你就要給串列 你不要沒事給一個字串給它 那一定會發生錯誤 形態一定 所以很重要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丟一個串列給它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 50個會員加一個藍的名稱 那我只要輸出的時候 變成51個串列 然後跑一個回圈 丟到 shoot the append的後面的話 那你資料基本上都寫出去了 寫出去之後 你把它save 那這一件事OK了 那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我先把這三行先把它註解掉 所以第一個 Ctrl-E 有沒有 第二的話 直接把程式 剛剛寫過的 剛剛我們才寫那個開檔 開檔在 我這邊是一個會員 那開檔怎麼開 F等於Open 然後利用第一行跟第二行 Ctrl-C 直接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第一行的話是開檔 第二行的話是讀 讀的話是讀進來變一個串列 讀進來變一個串列 讀進來變一個串列 因為每一行每一行有沒有 但是呢 一個串列 串列跟串列裡面 實際上是放什麼 放的是 自串 所以如果你假設 比如說 我把它寫一個 4回圈 4 i in 然後 後面的話 len 0我就不打 因為我剛剛講過 0 痘點是可以省略的 那把這個串列 把它直接放到這邊來 也就是把它全部print出來的話 我把它print一下 那剛剛我們是直接把這個串列 直接就print出來 然後面加一個中瓜符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所以如果你假設把這個print出去 結果會得到什麼 有沒有發現 就類似像這樣子 它會一行一行的幫你把它讀出去 對不對 我剛剛好像有多加一個點swipl 就是把那個swipl 然後swipl 後面的話 再加上一個那個 去掉那個換行 它就不會強制 反斜線N 然後呢 執行出去 就會是50個會員的資料 但是 這個資料輸出的話 是一個一個的自串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直接丟到這個append的後面的話 可以成功嗎 當然不行 OK 因為它是要的串列 所以它要串列 那你就變成串列給它比較好 所以喔 最重要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樣 這樣喔 把這個一個自串 變成一個串列呢 還記得吧 其實今天有做過 把它變成一個串列很簡單 切開來 對 就是呢 你可以在這個 程式後面加一個 這個點Street比較好 點Street Street 有沒有 Street這個嘛 然後後面呢 加一個豆點 這樣不是切開來的 切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串列了嘛 對不對喔 OK好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得到的會不會是 有沒有 那只是說我前面 是有在增加一個LIS2去接啦 可是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沒有要接啦 我現在只是要輸出而已啦 所以不用 前面不用那個變數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 它就變成一個中刮符 然後裡面放五個資料 欸 那這個不就是 那個Street.append要的東西了嗎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東西 塞到Street.append的後面 那結果就OK啦 欸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所以我說 一定要很熟悉串列 因為你會發現所有的資料交換 都會透過串列 OK 所以你說 你把前面學好 後面沒學好 你還是沒辦法做實作 所以最後的話呢 很簡單 直接把這一行 然後 底下有沒有 加上 street.append 所以street.append 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呢 裡面放什麼 就放中間print這個東西 把它放到括弧裡面就可以了 OK 那或者是說啦 你其實也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如果 你 我們之前寫的這樣 我們是寫一個例子二啦 等於什麼 等於剛剛切完了這個結果 有沒有 這個也OK啦 然後你可以把例子二搬過來 也可以啦 這個複製過來 這個複製過來 這樣也可以啦 OK 看你個人習慣 有沒有 多一個list二 少一個list二 都不影響 差別就是說 我只是說 把這個串列先丟到一個變數裡面 或者直接執行 兩個都可以 看你哪個比較習慣 好 OK之後的話 最後呢 把底下的這個名稱 改一下 最後的這個名稱 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Member 有沒有 點XLXMember 好 改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 我剛剛改的地方 我剛剛其實主要就是 把這個append的這三行 註解掉啦 OK 其實就靠它了 然後呢 把它開檔 用relight開進來 然後再回圈跑 最關鍵 穿針引線 就靠它 不是 不是它 是這個 Sprint 把它變成串列 丟到list二裡面去 然後一方面print 一方面放到 這個excel裡面的列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有點像是 放一列一列一列 一直丟一列一列 OK 所以以後還蠻好理解 以後反正你就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然後用append 就可以把它 塞到那個 就是 這個 excel裡面的 橫向的 有沒有 OK 好 那最後的話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個 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所以這邊 OK之後 確定它有輸出成 一個一個的串列 然後呢 執行 看一下 那理論上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看到 member.xlsx 把它打開來 應該就會看到五個欄位 的這些資料 有沒有 就跑到excel了 所以今天的主軸 至少你可以把所有以後你要產生的檔案 塞到變成excel 這件事情應該沒那麼困難吧 所以其實這個範本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我剛剛其實只是拿這個範本來改而已 所以這個範本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改改看 就這一段 OK 拿這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剛剛改的話 主要是改這個地方 這邊 那寫的話 這個是只有兩欄 比較麻煩 所以 我等一下也會把那個我剛剛寫的程式 把它貼到下方 放好了